好,各位同学大家好,我是约瑟夫 就是由你们所看到 五个公式可以让你会念一万个英文字 16小时会背一万个单字 怎么可能? 好,那接着我们就来介绍 如何在用五个公式会念一万个单字 母音字母总共几个? 五个 标准的错误答案 台湾的英文老师都跟选讲 母音字母有五个,事实上有七个 哪七个? 来,就是这五个 A E I O U 这是正常母音字母 可是当这两个在字尾的时候 这个字母要改成 写成Y 这字母要改成什么? W 所以这个字怎么念? 各位 by 为什么会念by? 因为它字尾 所以你看到Y事实上是谁? I 所以就念by by my my sh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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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y Y在字尾 I在字尾就等于Y 然后U在字尾呢 就要写成W 比如房子念什么? house 你把SE擦掉 这个反应该念how 可是因为 U不可以写在字尾 在字尾要改成W 所以这个字怎么念? how 所以你所看到的 文字母式上有七个 A E I O U 当他在字尾的时候 I要改成Y 当U在字尾的时候 要改成W 那 为什么可以念一万个英文字? 再念一次 A E I O U 要拉长 不要念A E I O U 台湾的同学都念A E I O U 事实上是A E I O U 那就恭喜你 你已经会念一万个英文字了 对 老师我听不懂 我搞不清楚 你怎么可能 就这几个母音字母 就可以念一万个英文字了 本来就是 我可以送你第一个公式 两个母音字母 我们随便抓两个母音字母出来 是不是? 两个都母音字母 当两个母音字母 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念第一个就好 第一个怎么念? A E I 不用念它 所以A E I 就念什么音? A E I 以此类推字怎么念? A E I Y 等于I 所以当两母音字母 就念第一个 所以 你假如这个字会念 这个字会念A E的话 这个字怎么念? Babe Babe 这个呢? Bake Ba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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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 Bab Babe Babe,以此类推,这叫什么?Base,所以这个字怎么念?Base,那这个呢?Bate,这个呢?Bab,一直到哪里?Base,B念完你把它改成C好不好? C怎么念?C-I-B,Cabe,Cake,Cade,Calf,以此类推,你看,你可以无限量的单词去念它,可是台湾老师一般学习英文的时候并没有教学生这个观念,所以AI这个你看可以念多少字?C念完换念什么?D,所以DIB怎么念?Dab,然后呢?Dab, Cade,以此类推,一直到Daze,你看到没有,有这么多单词,B念完换念谁?F,F念完换念个,一直念到哪里?Z,你看,这么多单词,念完换念这个,我刚刚说过,Y等I,所以母一字母念第几个?第一个,我给你一个口诀,当两个妈妈走过来,你只有张嘴巴, 请问要叫大妈还是饿妈?大妈,饿妈不用理她,所以这个字怎么念?Bay,Bay,这个呢?C-A-Y,K,这个呢?D-A-Y,Bay,F-A-Y,F-A-Y,G-A-Y,Gay,这个叫类,这叫什么?May,May,这叫什么?Pay,都有单词的耶,它绝不是臭巧耶,这个字呢? Re, Say, Te,一直到Z,你看,这么多单词,那我们去念,可是台湾,我们的学生呢? 把英文字当作什么字来学?象形字,你只要随便给他一个字,比如这个字给他,你去问一般的学生说,这个字怎么念? 他会跟你回答,这个字我没学过,不敢讲,他不晓得,英文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是跟中文什么字一样,注音符号,你不可能不会念这个字,这个字怎么样? Bay,你不会说一个学生说,这个字我没学过,对不起,我念不出来,所以拼音文字是世界最简单的,台湾把它当作象形字在学,所以每个同学学得很痛苦,事实上,两个母音字母念第几个? 第一个,所以这个字怎么念,来,随便给你们一个,这个字叫什么? Stay,这个两个母音字母念第一个,指引念死念,谁都会,来,这叫什么? Stay,就这样子,OK,念完A,换念什么? EA,怎么念?两个母音字母念第几个? EA,这怎么念? EA,这个呢? EA,这个 EA,这个呢? EA,你看,全部都是EA,所以按照刚刚的公式,这个BA怎么念? B,B 我说这个假如有B的话,B,B 他换念下去,这怎么念呢? B,K,B,D,B,V,一直念下去 到这边来,所以英文你看,为什么五个公式可以念一万个英文字? 这只是其中一个,两母音字母念第几个? 第一个,所以这个怎么念? 来,跟我讲,这个字怎么念? Fate Fate,很简单 所以这个怎么念? EA,来,这个字有没有学过? 这个 Either Either,钥匙怎么念? Key,你看有没有? 某一字母就念第一个就对了,两个某一字母,所以这个字怎么念? P,这叫什么? People OK,你看 E念完,我们换念什么? 来,换念I,所以这个怎么念? 爱跟鱼,两母音字母念第几个? 第一个怎么念? 爱 所以这个B,I B,I 好,我们来看这个字会不会 得I 待 死掉 这个躺下来怎么念? Lie 你看没有 这个叫什么? 领带 那个叫打结 Tie 以此类推 可是 台湾 我们随便去问一个学生 他假如你给来这个字 他会说 老师,这个我没学过 所以我念不出来 他会想到 拼音文字本身就是 注音符号 怎么可能不会念 OK 停 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现在念什么? 福 所以P变成福 震惊全世界 不管那东西方一样 所以再背一次 富的什么意思? P的 脚的意思 来,开始要造字咯 这个字什么意思? 这叫三 这叫脚 请问三只脚叫什么? Tri P 叫什么架? 三脚架 你现在用叫Tri-Pot 这样懂不懂了? 母音可以变 来,请问这个字什么意思? 这个叫做一板 这叫做脚 来 一板只脚叫什么? 蜈蚣 这样懂不懂了? 这个字叫做硬 假设你们会 硬的意思 来,这叫做foot 脚 把脚插进去 请问是帮忙还是阻牢? 插一脚 阻牢 要imped 懂不懂? es是出去 out 这叫脚 所以这个字什么意思呢? 各位 espedite 这叫做脚 这叫死它 使它把脚跨出去 请问是加速还是减速 加速 所以英文跟中文字一样 都有自首自根 但是每个字跟中文字一样 故事都有 然后我们就要了解它原来 我们不是要去乱背 我们应该去背它的历史 所以刚说这个字怎么念? 聊一下 这个字 n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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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lt 什么意思? 我又要绝ـ Nir alto 是大还是小? 跟老师讲一下 大还是小? 大 这叫做过多的 很多 那这个字什么是意思 请问这个字大还是小 Michael是大还是小 答对了 你们都很好 来scope是什么意思呢 看起来look 到目前为止 呼吸过多 看起来小小的 什么东西呢 这个字什么意思 请问一下 来讲什么 西里空 西里空是什么东西 西 台湾的师傅都会讲西里空 尤其那种窗户啊 那些 那就是西的意思 接下来叫什么东西 Vacano 有没有听过 火山 同学单子背很多 还算不错 中级的很好 康尔是硬还是软的 可 二一是弱 是强还是弱 喉咙音很强 懂不懂 所以这个是角质的 硬邦邦的意思 最后一个 是病症的意思 病 sickness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讲 呼吸过多 看起来小小的 什么火山的角质的病 这叫做矿工吸费症 全世界最长的单子 公认 你只要死背的话 不可能背了 台湾同学 大部分都用什么 用发音式的 用念经式的 来开始 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最后 念完都会早 懂不懂 不懂它是由来 可是了解它由来 第一个单子会更好玩 更敢用 可是台湾不是 台湾背单子是用发音乱念 所以在这边 所谓的那个 十六想要背一万个单子 我们并没有背一万个单子 我们是要背几个 一百个